其實我們從以前到現在一直都是在做的 因為你不能創症 說這個東西會幫忙 所以要做到要小心點做 所以我都盡量往新產品開發 外銷這兩個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才能減輕供給面的壓力 所以上測試制度 所以是怎樣 藍巧時有很多連鎖的餐店 幫到現在很多人去說 他會看到嘉蘭食品 菜單都是有我的照片 就是有像這樣子 比如當嘉蘭的 是嘉蘭的風山還是嘉蘭的 其實就是嘉蘭跟南巧合作開發的一個菜 那我請他今年多 他入菜之外 加了甜品還有麵品 還有他們的護老的兵器 我請他們去開發新產品 因為我覺得開發新產品 新產品 才能去做 就像紅紅火同時 跟火鍋店 因為紅紅火特色很便宜 那他要加工不太容易 外銷日本是禁止的 紅肉的火龍果去 他不能去啊 我已經好幾次跟經濟部 跟龍頭跟講 在農民帝友討論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把紅肉火龍果開放 你不要做起白肉 這樣看 你乾脆就吃了起火龍 他那些都帶到那 紅肉火龍果的樣子 這我大概三四年前 在食品 食品 東京食品 我就談過了 都盡力去做 裡面整個基本上 農量的問題 還是 是重量的 以上 有不安定的 還有 相關的 正式的OV-1 手上 那另外就是說 現在我們都做的 也就是說 剛剛現場大概就說 有了優先選擇 也希望他能夠 去進行出口 那第二問 進行加工 因為你唯有把生產過量 的問題去解決 那他才有辦法 有效的解決 不是 就是在各個專項上 尤其之前 香蕉本來 東天的水果 就比較少 那夏天的時候 他一定會面臨到 不要放點口味 所以你香蕉的群化 事實上 那本來就會很不容易 然後因為天氣炎熱 所以整個產銷期 市場是大家抓在一起 那大家不要忘了 嘉義線有一條邊緣會先進貨 我們可以屬熱帶 也可以屬雨絲 入熱帶 我兩種氣候帶都有 那因為天氣炎熱 所以會把 原本的春夏椒 跟秋冬椒 他也會攪拌在一起 我想其他的農產品 包括鳳梨 和果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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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東西 也是一樣 除了種植天氣 破大之外 另外就是因為天氣場 所以我們真的 透過各種 我們自己的關係 在積極地處理這些問題 包括相較一開始的問題 也是一樣 當大家的價格 可能都在五六塊的時候 我們市場廠道的 都已經看到 144塊 14塊 是你還沒有 是還沒有經過人工 要去相關 催手 直接就是收購 這樣子 來包包包包裝產 等其他等等 還有工廠的費用 所以那個價格 實際上是不錯 那這好像就是像 圍基一樣 像股市圍基 股市圍基 股市圍基一開始 股市圍基一開始出來 如果它是不合理的 那一種是要透過一些信心上的環化 來去做相關上的處理 事實上江澳廠的部分 也有在處理 要做相關的處理 包括碟西廠的部分 包括台中的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鐵金就是要來持續 再來做這個 鳳梨廠的部分 它在這個香蕉的部分 它也有處理 大概就是期限的 所以我們